为了要炸碎 为了要处理这一块2000吨的巨石 相关单位要封路来处理 但是也造成了当地的交通停摆了 有的学生没有办法去学校上课 而跟学校请了巨石架 专家说这颗巨石所在的盐层 是有比较硬的沙盐 跟比较软的叶盐这样交叠而成的 就好像一个千层蛋糕一样 然后当大量的雨水渗住了盐缝的时候 这个空隙变大就容易造成落石了 所以下雨天 尤其是像上次看到那么大的豪雨 尽量不要经过这些危险的路段 超过2000吨的大巨石 就这样矗立在基隆北宁路的山坡 看了真的很吓人 基隆政府已经决定要将北宁路封路 大众交通工具停摆 也让当地的中小学生没办法上学去 意外向学校请到巨石架 要走的啊 要走多久 差不多15分20分了 就还是走着去上课 可以 还有听说同学请巨石架吗 听说有一个啦 路被封住了 居民想上学还得多走一点路 地质学者就说 当地山坡地形边坡垂直 本来就是土石崩塌区 大小石块还会持续掉不停 砂岩来讲我们最担心的是 就结里面的这个破坏 专家指着砂岩 上头横向纵向的破裂面 就是结里面 容易渗水造成土质松软 从捧面图来看 北宁路的山坡地 因为砂岩和叶岩交错堆叠 如果大雨不停冲刷 水分就会累积在节里当中 造成土石崩塌 这里的地质就像是千层蛋糕一样 不稳定 全台就有三大路段 从基隆的阴阳海到 比头角路段 苏花公路和中横太鲁哥 都是这样的千层蛋糕地形 专家强调垂直山壁的落石 就算挂网也无法承受重量 行经这些路段一定要加倍小心 专选陈彦宁 杨千耀寝山 A3G小组台北基隆采访报道